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是陸方的船越界到我们的海域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是完全没有违法疑虑误入的船 我们只会广播希望他们赶快离开 所以昨天登检这艘船 对象我们认为是伤害了我们的人民的感情 制造人民的恐慌 而且不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 基于海峡的和平 基于两岸之间的率力 登检这样的船我们表示遗憾 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蛮惊讶的 其实两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和缓的 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我们是亲人 但是为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的原因 还是民众民众其实都很好 但是在政治上或许有一些些所谓的角力的部分 对才会造成这样子 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这个不是一个常态 而且这个也不能是个常态 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啊 因为其实这种事情就是一直蛮常发生的 对啊 就是我们的海巡就是一直也有在驱赶他们 毕竟就是这种就是处于一种很模糊的地带 两边都说自己的海的那个界限在哪里 对啊 就是也也就是很很难去避免啊 对啊 发生这种就是还真的蛮遗憾的 中国它刻意施加这种政治压力 因为第一个我判断它不会 它不会升级成所谓的军事通突 也是因为中国它派遣的是所谓的海警 也就是Costcard的部分 它是比较低强度的 那第二个这一次它登上台湾的这一个就是游艇 很清楚的它是在挑选这一艘船 是比较靠近中国的岸边 也就是离金门比较远的 所以这个看得出 中国也在稍微控制这个情势的发展 也就是它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要给台湾政治压力 第二个要避免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升级 21号 那么欢迎参加国防部的疫情基轮中奖 那么国防部都有做协同海巡署做事切的研判 同时来设定一些状况 由我们的海军 我们的外岛的防卫的部队 来依据这些不同的状况 来去做演练 做准备 那么目的都是希望 在这种 整体的面对这种威胁的状况之下 能够有效的 妥善的去处理 任何的突发事件 来确保我们的国防安全 拿到共军的动作 是否有升温 或是人爱情是有改变的状况 谢谢 那麽有关于金门 这个所谓的三无船舶 在淘气 这个追击的过程当中 翻覆造成了伤亡的这个事件 部长昨天在立法院也讲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目前是由海巡署在执行 以司法案件的一个角度在执行处理 那么国防部不会直接的介入 避免去升高一个当地的这种紧张的趋势 就在阅下了 我觉得不能够做的 你觉得的责任好事件 如果你觉得它是在阅上 这个事件 不一定的责任 你如果和你启动 你会变得更多